之前工作因为受了一些伤 然后在今年慢慢的康复理疗恢复了 所以这个夏天又重新回到了篮球场上 这是我这个夏天最开心的事情 在电影院看的失控玩家 卡纳斯吧 打底的T恤吧 悬疑另外就是创新吧 我会躺平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相信 我一直相信我平行时空 但是遇到平行时空的自己也没什么法 就好比我们现在时空里的双胞胎一样 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而已 踢足球 因为周末嘛 大家都休息 能凑齐二十多个人一起踢上足球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然后在抽平常的时间 一个人去看展楼 希望今年的戏早点播 然后过年之前再拍一部戏 我的愿望当然就是希望自己拍的戏都能早日跟大家见面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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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